大家好,這裡是原來是價值頻道 這個是另外一區的天宮樹 這是在比較靠台南的地方 那這邊準備要開花了 那其實每年的時候我都來這邊晃一下 這個天宮現在今年也開的非常的不錯 今年其實真的應該是比較乾的關係 所以它這種矽晶的天宮石壺 開的盛況都不錯 今天剛好又是晴天,非常的好 那你可以看它幾乎每一支枝條開的都非常的好 那這個個體非常的紅 所以是還蠻不錯的 不過可惜的是它附近的樹 本來去年是有一些枝條的 今年不知道為什麼都剪掉了 不知道是得病呢還是什麼的關係 原本這裡想要營造一個天宮的感覺 那現在目前只剩下幾棵樹有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那這邊是在台南的隆崎的部分 那其實非常的好看 如果來的時候用眼睛看看就好 其實它不太顯眼它在路邊 那這一棵樹還蠻重的有一段時間 那這種天宮石壺其實需要乾 所以你看它乾燥的環境中 它種在這種樹上 那其實長得還不錯 可以看到整個都長得還不錯 那我們等一下 今天現在只開了大概 大概五成左右吧 你看下面還有花包都還沒開 那所以還要再一陣子 再一個禮拜 不到一個禮拜 幾天就開了 那它現在花朵才剛開 所以還沒有完全的展開 樹大就是美 天宮石壺就是一個很明顯的案子 就是你只要照顧得很漂亮 它就很大顆 然後你也 種態樹上其實也不太需要照顧 它就會變得非常的巨大 非常的漂亮 那我們等一下去另外一個地方看一下 這個地方 這一棵是路邊的 等一下我們去看一下 人家有專門佈置的一個個體 好 那我們看一下囉 這邊的個體很明顯 跟剛才那邊的個體不太一樣 這邊的個體比較白一些些 它沒有那麼粉黃 不過這裡比較多一些些 那開花性也差不多 也是差不多開到將近快一半的感覺 那但是這邊比較白一些些 那現在還沒有完全開 那這邊種的比較凌亂一些 比較不像那邊 像嘉義那邊是專門有人照顧有整理的 所以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如果跟有照顧的感覺不一樣 這裡就會比較凌亂一些些 那也沒有那麼大一重 就是因為沒有人去特別的照顧整理 這邊樹也沒那麼高 所以呢 我們看一下這邊的天空樹 感覺是不太一樣的 那這邊比較粉白一些些 跟剛才那個偏紅色的比較不一樣 那我們到下一區再去看看 這邊有好幾區 這邊是另外一個社區的地方 這是在人家家的裡面 這個有故意做一個營造的感覺 有可能是這邊的居民喜歡這種風格吧 那它這樣種起來 如果整邊開起來會很漂亮 但是那邊還是小苗 那邊還是小苗 就是還不是很大的苗 那這邊的天空也是一樣 比較粉一些些的 這邊比較紅一些些 跟剛才那個比較粉的不太一樣 那它這個鏈很多 過幾年可能會很壯觀 過幾年很壯觀 現在還是看起來比較像是草創時期 不過它這棵樹已經開始種上去 已經有開滿了一半以上的感覺 已經非常的不錯了 對下膠 所以慢慢的有成形起來了 只要這種大樹其實種起來 應該都非常的漂亮 因為它會變成一串一串的 那這個當然前期也是人家盯上去的 不過如果你有適當的膠肥 我覺得會變得非常好看 那主要還是天空 天空其實就是這個季節 非常非常會開花的一種品種 那隨著不同的品種 它的樣子會又略略不同 不過這系列的看起來都是一樣的品種 那這邊是主要是社區營造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蘭花 非常多的天空 那這幾個地方其實就是 我如果是里嘉義啊 白河跟這邊的話 你喜歡哪一個呢 其實當然最漂亮的現在目前 是嘉義那個地方 因為嘉義現在已經好幾棵樹 一直不停的種上去 然後經過好幾年的時間 所以它管理也非常好 那白河那邊呢主要是大天空 所以比較粗的比較直的 感覺不一樣 那這邊也屬於是矽晶天空的一種 它比較小 然後花比較粉一些些 那這邊的量還是不夠多 還是站在草創時期 那如果過了幾年 如果它長得非常漂亮的話 這邊應該也會成為一個 花圃或者是比較熱門的景點 大家以後也可以來來看 雖然這邊是比較偏僻一點點的社區 在台南的隆崎這個地方 那不過現在還是開花期的先緣 如果想要看的話 可能再過個幾天來 應該就會比較漂亮 現在還在 還在剛花包準備 含包待放的時候 應該還要在三五天左右的時間 應該就會大開 可惜的是它中段那部分 還是屬於比較小的個體 再過兩年它應該就會變大 如果照顧得好的話 你像上面那個樹 就是已經 已經長大了 現在這個大概都有一公尺以上的長度 應該都種個兩三年以上的狀況 才會長成這樣子 好OK這個就是今年三個主要的天宮石湖的地方 嘉義隆崎白河 那這個是最後一個 在我比較知道的最後一個 在那個台南的隆崎這個地方 OK那當然如果你有機會 你到隆崎這個地方 你還可以去看一下這邊的地景 那邊有一個很特殊的那種石灰岩的地景 非常的漂亮 那當然記得來這裡 所以不要打擾到這邊的當地的居民 這樣就可以了 好這個是非常漂亮的天宮石湖 那我們原來是這樣頻道 下次見囉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跟分享我們 那接下來我的天宮也快開了 那雖然我沒有那麼多 但是我是蒐集品種系列的 我們再看看每個天宮有什麼不一樣的差別 好感謝Squad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次見